这个步骤肯定是要把不合法的拿掉 什么是合法 那么我告诉你合法的只有600多斤 今天在马来西亚 不合法的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你们要小心 什么叫做不合法公司 今天只要AJ要拿不出来 就是有问题 再来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贪念 这个肯定 所以今天只要有人跟你讲 叫你拿一笔钱出来 三五万也好 三五千也好 然后每个月可以给你5%以上的利息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 明白吗 不管有没有金条 有没有产品也好 有没有股票也好 那么只要每个月给你5%的利息 你想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不是用脑袋想用剃股钱 因为一个月给你5%的话 一年就给你6% 什么生意这么好赚 什么投资这么好赚 这么好赚的话 银行全部把钱放给你了 所以这种公司肯定不长久 一年三年肯定打 所以明白了这个东西过后 我们要跟身边的人讲一下 甚至自己的父母 可能在一直投资这些东西 如果已经投资了 就没有办法了 叫他不要再陷下去了 快点拿回本钱 快点走 走人了 不要再带人进去了 不要再害人了 自己赚到钱也不要再丢进去了 不然邪本无归 那么那些就叫非法的公司 那么真正合法的公司 你要显示是一个问题 因为一间传销公司要做得久 这个系统可以长长久久的做下去 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条件